5月6日,中国第一部原生态动画电影剧志《藏灵王》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即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这部充满爱和正能量的奇迹之作,吸引了李扬、居平等人为该片亲情献生。 影片《藏灵王》通过一只攻藏灵羊的成长经历,向人们展示了青藏高原的生命奇迹。 描绘藏灵羊及其生物中那生灵活泼幽默风趣的最严实动人的生活故事, 让人们体会到生命之可贵,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 与其他动画片不同的是,该片由真实拍摄记录编写,经过十年拍摄八年之作才打造完成, 是一部能够教育孩子勇敢责任和爱的影片。 小朋友们在享受惊险快乐的同时,更能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不可思议, 也从中体会到亲情友情的珍贵价值,试着去学习和保护动物等。 据介绍,电影里拥有冰川、间隙喷泉等各种高原特有景色, 而影片的成长故事,比迪士尼著名动画片《狮子王》更具有温馨励志, 也更接地气,更具普世价值。 据介绍,主创团队制作的藏灵王电影动画片《先导片》, 与美国第44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奖。 同名动画片已在央视一套《第一动画乐园》、 央视少儿频道、梦工厂等多次播出, 前后荣获了国家广电总集、优秀国产动画片、 《五个一工城》等奖项, 曾担任过西游记孙悟空、唐老鸭配音的李扬, 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居屏等为影片藏灵羊亲情献身, 影片将于5月8日温暖上映。 酷溜娱乐北京报道。